那时候有个啥情况 我们的储备量还有三千万金 就是农村储备 因为啥了58年 这不是各个地方都虚垮得很厉害吗 我们那儿也虚垮了一点 但是我们办事情比较实施求实一点 58年我们是受批评的 一直受批判 说是我们这个菜量低 我给协委业就 我说不管这么批判 这实行占有实施求实 群众给它留下绝够的量子 所以这样的话 留下有三千万金量子 另外我们说是看看资金有多少 因为国家没有两没有钱 这资金有多少 当时资金有六百九十多万块钱 这是属于协里边的钱 也就是打扮钢铁时候 看到林贤的书 这些后来包配了林贤 有些腿配快 还有些气多什么 在艰难的进军路上 社员们高声歌唱 平下中农志如钢 千军万马战太行 披山银水为革命 定谦张河回家将 1960年3月6日 中共临线引章入林委员会 在任村公社盘阳村召开会议 杨贵在会上做了 要多快好省地完成 引章入林任务的报告 在报告中杨贵提议 把引章入林区改个名字 在引章入林区 咱们就干个名字 咱们就干成洪奇区 我们大家高居洪奇险阴 这么一说一口 大家都在这一说干成洪奇区 大家就说 好好好 这个名字不错 所以说洪奇区 就是3月6号的时候 派阳回顶下来叫洪奇区 从3月6号以后 这站叫洪奇区了 1960年8月30日 河南省林建如过节般欢腾 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战 洪奇区总干区第一期工程 胜利军功 到那天开会的时候 一开会防炸 这洪奇区里边 把张河的碎石 全部通过洪奇区留下来了 难可是从这个摆山上 溜到这个林区的边 因为这个去菜修成吧 修到林区的那 花生又溜到张河里边了 哎呀 群众高兴得很 工人也高兴 群众也高兴 都说啥的 哎呀 这我这个这个这个 溜到林区没有问题 然而此时的中国 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中 最难熬的阶段 1960年11月 中央发出通知 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 刚刚开始的洪奇区总干区 第二期工程 面临窘境 后来我想是这样 在这个情况下呀 咱们也得 该想嘛 也得下一部分嘛 我下一部分嘛 当时我给协委商量 我说这样 咱把这个延后工程 你比如说大东 这个的话呀 你就到你已经耗了以后 你到这个世界也不能说断 这个在六小这个人呢 大东 夹俏 许多命去 劝不下去 我意思说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集中力量 那命去了 活动再下人 这个东你再不下人 大家都是说 这个方法对 可以 你像这个青年洞 现在那个 这个境地这叫青年洞 这个洞呢 我们都留下了 三百六七十个人 到十百来人 1961年7月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谭振林 来到河南省新乡 七里营人民公社 了解大跃进中 让老百姓吃尽苦头的共产风 浮夸风 虾指挥风 强迫命令风 和干部特殊化风 这时 作为红旗渠咽喉工程的 青年洞工程 已尽为生 那时候我们还回新乡观 林先生也还回新乡观 他到新乡区以后 到七里营啊 到几个地方去调查 就是要纠正做的错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解决群众生活问题 不久 谭振林主持召开了 中共新乡地位纠座会议 林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陆嘉林 参加了这次会议 结果在这个会议上呢 这帝尾对我们有意见的人呢 就搞我这装了 说杨归这个人呢 这个 个人主义特别厉害 帝尾的话呢 他根本听不进去 啊 这不是到现在 这不是到现在 另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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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中俄的把书屁都曝光了 他现在还在修红极去 这个 他还把印章润 干成红极去 这个人呢 就是好大喜功 他四包子红极不放 他们就给太子领回报 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杨归 就这样突然成为了 被批判的对象 这时 林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陆佳林 站了出来 大会开了以后 小祖讨论 他在小祖回上啊 他发个眼 他说这个太叔弟啊 今天的讲话 有些的也有平面性 你比如说 他电脑说杨归的名字 杨归是使官了 要撤他的字 说是主管主义 不听领导的意见 其实不是这个情况 杨归这个人呢 很足以调查研究 他平常一直在小边拽着多 他肯定说这个也不是事情是 陆佳林在小祖会议上的发言 很快反映到新乡地委 新乡地委随即宣布了 对陆佳林撤销职务的处分决定 帅 Bear 跟他好呢 我平常的 按个试诶 吧